來啊 各位同心 那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這節課由楊婷軒 楊老師帶來演講 請掌聲歡迎 謝謝 各位同心 大家晚安 有吃飽嗎 一講到這件事情 我好像沒吃飯欸 這嗎 然後你們自習嗎 好 你看 最想要的就是這個 不行 我等一下 萬一去吃飯 等一下 我可能明天就不在這了嘛 放空城 剛剛 應該就整個下午呢 我們 執政團隊 上會計帳SOP 大家知道會計帳SOP是 為什麼 要針對我們 這一些執政團隊去上嗎 因為 台灣民政府接掌政權之後 第一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不能貪污 大家 不鼓掌嗎 不能貪污 不覺得這件事情 對台灣來講很重要嗎 現在 現在所看到的政治 應該 很嚴重 很腐敗吧 大家沒有這種感覺嗎 所以剛剛教會計帳 教到我都快吐血了 然後到剛剛沒吃飯咧 我才想到 現在呢 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台灣的歷史的軌跡 我在想啦 在場的這些童心 我來問問看 有沒有自己來的 喔 不敢相信好多喔 是看網路嗎 報紙嗎 是看網路 聽說 就來了 喔 這個 真的是不簡單耶 如果在以往的時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啊 啊 有沒有被逼來的 真的嗎 不要假喔 有人要舉伴手喔 有沒有被逼來的 有啦齁 你們旁邊那個逼你的對不對 她是我們的宜蘭州知事的太太 逼得好耶 為什麼 我跟你講我也是被逼來的 我剛開始啊 加入台灣民政府喔 是我媽逼的 怎麼逼 隔壁的阿姨跟她講 欸 我跟你講喔 台灣喔 要變廳啊 要換政府啊 然後我媽跟我講 我說 敢有可能 你絕對讓人騙啦 我媽就說 可是聽起來喔 似乎真的耶 我說 啊你聽聽的就好了啊 不要相信啦 這敢有可能 不可能 然後我媽就說 可是她說喔 那個 他們有一個那個什麼 州辦公司 啊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說不要啦 不要去參加這些政治的東西喔 我說那些喔 不是我們這種平常老百姓喔 在參加的 我講的有沒有講中大家的心裡面的感覺 我媽就一直跟我講 去聽看看啊 好啦 讓我媽被騙嘛 我就陪她去 然後講完之後呢 離開的時候 我媽就問我說 你怎麼聽有 我說 中華民國 她說流亡政府 不好意思 我從小到大 學到大的歷史 我只第一次聽到 我第一次聽到啊 我說 我聽不懂她在講什麼 可是 她說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然後我說 我從來沒有學過這個啊 然後再加上 我是政治能感 現在的年輕人啊 就算不是年輕人 應該有很多人對政治都很能感吧 不關心嘛 你國民黨民進黨真的要死要活 跟你有什麼關係 對我來講 當時是沒有任何的感覺 所以我就說 嗯 我不知道 沒聽過 我也不管台灣的歷史是什麼 跟我真的有切身的關係嗎 沒有很在乎 所以不了了之了齁 過了一陣子 隔壁大人又來了 欸 你跟妳媳婦跟她講啦 叫她喔 起上初級班 起上課 我媽就等來跟我說 我說 別別人跟你說什麼 你就等來說什麼啦 很煩欸欸 然後我媽說 啊不然妳去想看看啦 我感覺好像不錯欸 妳去想看看 然後回來再跟我們講 是真的還是假 我說不要啦 她就從早到晚 一直給我錄一直給我錄 到最後 妳最後拜在什麼 友好有沒有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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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開心就好啊 我就來上了初級班 我來上完初級班三天齁 我相信了沒 相信了沒 半信半疑齁 我馬上就相信了咧 單純你知道嗎 單純啊 我就相信了 啊 相信了之後 我就跑去跟我朋友講 我還 單純之外還抱著熱忱 我就想說齁 我好像聽到齁 跟別人一樣的東西咧 我就去跟我們朋友講 講完了齁齁 隔天她就打電話給我 欸 我跟你實習十幾年齁 我知道齁 妳齁絕對齁 讓人騙了 妳齁這個個性齁 妳是不是沒有上網去查 我說 嘿 妳怎麼知道 她認識妳太久了啊 妳一定沒有去查證對不對 我說對啊 她說上面都想 民政府是詐騙集團 妳怎麼看得到 是不是 可是呢 這個時候我只回答她一點 我覺得 我比妳更聰明一點 妳說什麼 我說因為啊 台灣民政府 成立不是短短的時間 它成立的這段這麼多年來 裡面呢 一定有什麼 老師 博士 碩士 對不對 比我聰明的 知識 淵博的 多的是 大有人在 他們都相信台灣民政府 他們難道不會去查嗎 他們查的問題一定比我深奧吧 我說我不用去查 妳也可以說我病毒啦 可是我覺得 這種問題一定有人就問過啦 妳所 妳所問我的問題一定都有人問過 所以 我說我不用去查 一件事情一定有正反兩面 我的朋友 他只看到了負面 可是因為我有來上課 我看到了正面 妳看到了正面負面之後 妳才能夠下判斷 它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說的有道理嗎 所以我跟我朋友說 嗯 我覺得我不用查啊 不然妳也來上啊 對不對 不然妳也來上啊 妳聽看看啊 覺得是真的還是假的啊 所以後來我媽逼我來之後呢 我們全家也都來上課 來上課 在台灣民政府之後 妳了解越多 秘書長說啦 現在在場的這些童星們 妳們都有好報的 為什麼 你們不用啊 跟其他的童星一樣 幾年幾年這樣子 今年就要執政了 所以 在今年你們就可以看到歷史的變化 這是一件很難得的事情 所以各位要珍惜 我現在啊 帶大家看到的課程啊 剛開始可能歷史啦 多少有點無聊 可是你們一定要很清楚法理 台灣的歷史跟法理 我問看看齁 在場的各位上了這幾堂課之後 對台灣歷史很清楚的 或是對這個法理論述很清楚的有沒有 應該還沒有對不對 是不是還有一點點混亂 知道台灣為什麼日暑美戰嗎 大概知道啦齁 但是不是很清楚對不對 我會盡量用這個課程 帶大家了解 我們台灣為什麼是日暑美戰的地位 我們現在看到齁 大家有看到這個 知道是哪裡嗎 這個島 台灣齁 有沒有畫的很奇怪 為什麼 分三地 因為這一個啊 是在 早13、14世紀的時候 那時候打開大航海的世界的時候 最早的台灣的地圖 那時候航海技術 還不是這麼的完整 所以畫出來的地圖 沒有那麼完整 可是這是台灣 最早的台灣的地圖 澳洲人稱台灣為 Formosa 在 13、14世紀的時候 Formosa是一個美麗的意思 他們 來到台灣的時候發現 哇喔 這個島嶼好美麗喔 所以將這個名字賦予台灣 所以 台灣是一個寶島 一開始 13、14世紀 只要看到台灣就知道 為什麼 物產豐饒嗎 台灣是一個物產豐饒的寶島 那大家知道 最早活動於我們台灣 Formosa 這一個島嶼的外來民主是誰 葡萄牙 荷蘭 日本 還有嗎 西班牙 最早是誰 你們這一期還不錯 有人猜到答案 日本 大部分我們學的是什麼 荷蘭 葡萄牙 西班牙 西班牙 為什麼是日本 歷史文獻都有記載 大家現在看到的東西 你開始會顛覆你 70年來 所受到的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教育 你要知道 他們捏造了我們的歷史 所以很多的東西 不見得你看到的就是真的 你學到的就是真的 在13世紀的時候 日本人已經在我們Formosa活動了 一直到1633年 德川幕府的首國政策禁止日本人 赴海外發展 才停止 所以日本至少比中國提早了300年以上 就在台灣這塊領土居住跟活動 那剛剛講到的荷蘭 荷蘭是第一個在台灣比較有系統建構的一個國家 但是大家不知道 荷蘭啊 他要來台灣活動 都還要經過德川幕府 當時的同意 每年要向他進貢3萬張鹿皮 才可以來台灣喔 所以他還得經過日本的同意 才能夠進來台灣活動 大家知道荷蘭為什麼要來台灣嗎 因為西方人最喜歡 中國東方的什麼東西 絲綢 瓷器 所以對於西方人來講 絲綢瓷器在中國的這一塊市場 對他們來講有龐大的經濟利益 就對他們來講相當於黃金一樣 所以荷蘭他當時成立的東印度公司 他們也想分一杯羹 那他這時候他要找一個什麼 轉運站 連接東西方的這個運輸鈕 他一開始是找澎湖 那澎湖呢 當時的大明國覺得澎湖離我們好像有點太近了 有點危險 所以出兵把荷蘭趕走 所以荷蘭第二次就選 台灣 請問 荷蘭他選台灣是為了什麼 轉運站 那他會好好的建設台灣嗎 他會不會好好的對待台灣的人民 荷蘭啊 他在淡水有建一個大家知道那個紅毛城嗎 有沒有去過有沒有去玩過 那個紅毛城就是當時荷蘭所建構的 勒蘭遮城就是他們的一個軍事基地 控管台灣的軍事基地 他們在台灣待的時間沒有很長 可是有影響台灣的文化 最重要的是他們有經濟利益的考量來到台灣 所以在台灣的時間內 不會好好的建設 也不會好好的對待台灣人民 應該有聽過紅毛鬼子吧 那個就是因為台灣人受到壓迫 而取的一個名字 歷史的記憶 我現在講的這些都會有關於後面 我們為什麼會有革命 為什麼文化會有落差的重點 所以我們在十六十七世紀呢 台灣已經奠定一個很重要的枢紐的位置 可是大家要知道在這個時間點 中國跟台灣已經有文化上很大的落差了 因為當時的中國還是一個很封閉的國家 它也是屬於鎖國政策 中國的和民族啊 完全就是不知道地球是圓的 而且還不敢出海鎖國政策 這樣對於台灣已經開發給外來民族 已經接觸到海洋世界來講 文化的落差非常的大 所以到這邊接下來所看到的東西 你們會慢慢顛覆你們七十年來所學的歷史知識 還有你們所認知的東西 你們要拋開原本就有的觀念 然後去了解台灣真正的歷史 我們為什麼被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捏造這麼久 欺騙這麼久 我們FOMOSA台灣啊 大概一個政權的輪替就是 1624年日本讓與荷蘭 1662年荷蘭讓與正成功 1683年正式王朝讓與大清帝國 1895年大清帝國讓與日本 1945年4月1號 日本正式將台灣編入國土一部分 1945年10月25日 因日本戰敗被中國人佔領到今天 我們剛剛有講到荷蘭東印度公司 請問荷蘭他在佔領台灣的期間 有沒有擁有台灣主權 有沒有 為什麼 為什麼荷蘭他在台灣佔領的期間 他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經過日本同意 嗯 不是還有 因為你要在一個地方建構完整的主權 你是不是要有完整的領土 可是荷蘭他在台灣佔領的期間 他有效管轄的領土只有哪裡 一點點 有沒有看到 有效管轄的範圍 管轄區 只有哪裡 一點點 並不騙及於整個台灣 所以 他沒有在台灣建構主權 台灣齁 台灣人齁很辛苦很可憐 為什麼 我們一直 就會被其他的國家佔領 我們為什麼沒有自己的國家 因為我們一直以來都是用部落的 我們的型態在存在著 所以 你部落的型態 你要有 共同的語言 文字 書 你必須建構這些 你才能夠算一個國家 所以我們很容易 就被外來的民族所統治 因為 我們沒有統整 所以當荷蘭他在台灣 擁有的主權 他也是不完整的 所以荷蘭 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那正式王朝呢 鄭成功為什麼要把荷蘭趕走 讀過歷史的應該知道吧 為了什麼 反清復明 反清復明 所以他也是有目的地佔領台灣 他把荷蘭趕走 是為了反清復明 以台灣為基地 要反攻清朝 可是在這樣子的情形下 他會好好的建設台灣嗎 不會 他打仗都來不及了嗎 會好好的台灣人民嗎 也不會 根本就不想管你 因為他有他的目的 那請問 正式王朝 正成功 他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嗎 沒有 他的有效管轄範圍只有哪裡 一點點有沒有 所以 正式王朝 也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大清國呢 正成功 被大清國 打敗之後 趕走之後 大清國有沒有擁有台灣的主權 大家有看過這個地圖嗎 有 這是哪裡 台灣 那為什麼只有一半呢 FORMOSA 大家知道 1683年大清國佔領台灣 一直到1895年 大清國對台灣領土有效的管轄範圍不及於FORMOSA的圈島 僅限於六個漢人屯肯區 可是大家要知道喔 大清國佔領台灣多久 很久喔 有人知道幾年嗎 對 212年 我說同心你法力好像很強耶 很清楚我們台灣的歷史喔 有看過我講課了就對了 好 所以這個部分呢 他因為 佔領這麼久 212年 但是 他卻只有擁有西半部 那東半部呢 大家有跟過賽德克巴萊 對不對 東半部是不是 我們的高砂族 英勇的守護他的獵場 所以保衛的非常好 都不讓人進他的獵場 因此他們沒有辦法進東半部 沒有統整台灣的主權 可是僅僅只有這樣嗎 212年真的很長耶 重點是 大清帝國他對台灣的認知 當時 他把鄭成功趕走的時候 大清國的皇帝啊 他就覺得我不要台灣 為什麼不要台灣 因為他們思想很封閉 他們沒有發展航海 所以他們覺得台灣 離大清國很遠 而且畫外之地 為什麼是畫外之地 我們是不是經過荷蘭鄭成功 可是我剛剛是不是有強調 他們都沒有好好的建設台灣 所以台灣一直到大清國接的時候 他也還沒有整個完全的開發 建設要不要花錢 管理要不要花錢 人事物都要花錢 所以大清國的皇帝覺得很麻煩 可是這個時候師郎跟他建議 他說 你不要急著放棄台灣 不然啊又被人家 當成反清復明的基地 很麻煩耶 我跟你建議 我們採用什麼 班兵制度 什麼叫班兵制度 你不要花錢嘛 我們第一個要不要文官 文官就是我們所謂的縣長市長嘛 你控管一個地方要文官 那你文官這樣三年為一任 我們從大清國啦 找文官來這裡 來回 扣掉個半年 然後來到台灣 熟悉你熟悉整個桃園縣市好了 也不要花上一年 等你想好要怎麼建設台灣的時候 三年到啊 你那回去了 而且文官的家眷全部都扣押在大清國 為什麼他怕你跟台灣的漢人 跟台灣的原本的居住的人民 又攪起來 反親復明 所以他把你家眷扣押在那裡 然後跟你說 你來台灣做官 然後做一做三年回來 我就把你升官 這樣子的 立右加威逼下 來到台灣 五官 要不要兵 要 五官也是用班兵制度 他召集誰 大清國當地無業遊民 沒有工作的人 來到台灣 一樣是用三年為一任 家眷一樣扣押 請問 文武官員 這樣會認真的建設台灣嗎 不會 那他們會幹嘛 貪污 能挖就挖 台灣人口少嘛 物產豐饒嘛 又有錢 能挖就挖啊 會比較多 反正回去就升官啊 不會好好的建設台灣 台灣不足成 反正大清國的皇帝就是不想在台灣花一毛錢 台灣不足成 連縣政府市政府都不給你蓋 這樣有厲害嗎 所以我們經過了 這樣長時間 兩百一十二年的統治之後 覺得台灣會有進步嗎 不會有進步 那我們台灣的經濟奇蹟跟亞洲四小龍怎麼來的 大清帝國 大清國 一直到1887年才完成台灣的建設 意思是 大清國在佔領台灣的兩百一十二年以後 他只有 管轄範圍只集於FORMOSA的西半部 就是大家剛剛看到的那個地圖 204年後宣布將台灣併入大清國的版圖 這句話 併入大清國的版圖 但是請問 大清國有沒有在台灣建立主權 有沒有 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領土他只有有效管轄一半 這樣了解了嗎 我們台灣從來就沒有屬於過中國 包括大清國治理的兩百一十二年裡面 他也沒有建構完成的台灣主權 所以 中國 跟台灣 從來就沒有關係過 這樣了解嗎 但是台灣還是有被衝擊文化 包括現在大家腦袋裡面覺得 喔 我好像有很多文化都跟中國一樣 我好像有很多文化 都跟哪裡一樣 可是 你們有沒有發現一個重點 為什麼美國 日本 很多國家 他們的文化都是統一的 大部分 美國你知道他們姓什麼教嗎 基督教天主教之類的對不對 那日本呢 他們有神社嘛 台灣 台灣呢 有基督教佛教道教 什麼教都有啊 部教 可是為什麼一個正常的國家 台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不同的文化 那個就是因為台灣的歷史 我們一開始試試荷蘭 當時荷蘭啊他以台灣為轉運戰 雖然他沒有認真的經營台灣 可是他有一個通商的重點 他宣揚他的基督教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很多的高沙民族 都是姓 基督教 這就是當時受到這個文化的衝擊 那接下來呢 為什麼 這個當時 因為我們原本啊 這個要講到我們原本的文化 台灣原本的文化啊 平埔族跟高沙族 我剛剛有講到 台灣一直不是一個國家 因為我們都是部落的形態存在著 那部落的形態存在著 請問我們台灣原本真正的信仰是什麼 我們啊 拜悟教 沒有族信沒有祭世祖先 沒有文字沒有書 我們只有傳說 所以是不是很容易就會被統治很容易被控制 因為我們沒有文字沒有書 所以這個都是傳說 口耳相傳 代代靈魂不滅的傳說 所以我們在荷蘭統治的時期 我們有被施政的重點 就是被改為基督徒 尤其是放在高沙的民族裡面 那還有什麼 我們還受到哪裡來的文化的影響 212年 大清國中國的影響 我們好像 剛過完 過年嘛 然後接下來是什麼節 端午節快到了對不對 中秋節端午節 三大節慶元宵清明中原七夕 是台灣人的節日嗎 不是喔 這些都不是屬於真正台灣人的節日 這個都是當時 我們被大清國統治的期間所外來的文化 只是因為時間長 212年 台灣人以為是自己的 但是我們要知道 真正清楚台灣人的歷史 它並不是屬於我們的文化 所以台灣民政府是不是講 台灣民政府執政之後 我們要 拖亞入歐 我們可以選擇啊 我們可以選擇 將國外最好的文化 運用在台灣人身上啊 是不是很好 我們不需要 一定要去燒那些精子 污染整個大空氣城啊 我們可以改成鮮花吧 是不是還不錯 所以台灣的文化 可以由台灣自己去創造 我們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說 喔我們台灣從以前到現在 這樣的歷史下來 我們是接受到了什麼樣的影響 東西方文化的合併 所以我們這樣啊 集體前一世70年耶 大家想想 我們從小到大讀的歷史課本裡面 都在教育我們什麼 大部分都是學什麼 康熙乾隆雍正有沒有 應該中國的歷史學的很多吧 可是我們有沒有去思考說 中國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我們要讀中國的歷史 大家有沒有懷疑過 國外的歷史 都是一部分一部分 可是為什麼中國的歷史 會放在台灣人身上 放得這麼的重 我們都沒有去思考過這個問題 從小到大 就只知道了解而已 讀而已 重點是台灣自己本身的歷史 卻交的很少 大家有看過這個嗎 1895年大清皇帝正式 將台灣籍澎湖永久各讓給日本籤皇 這個是條約 應該有看過 大清國的大皇帝陛下 及大日本帝國的大皇帝陛下所簽訂的 馬關條約 也就是下關條約 在這個條款裡面 有說到一個重點 台灣全島及澎湖所有附屬島嶼 澎湖列島及巴拉巴巴巴經緯哪裡哪裡 有沒有 這個看起來很像什麼 土地權壯 像不像土地權壯 割讓一個土地的權壯 1895年 大清國皇帝 割讓給大日本皇帝 在這一個條款之後 一直到現在 沒有任何一個條約 沒有任何一個條約有 再將台灣跟澎湖割讓出去 到目前為止是沒有的 包括就近商和平條約也沒有 這是重點 我們割讓台灣跟澎湖給日本之後 我們進入什麼 日治時期 我們剛剛有講到 荷蘭 大清國 然後都沒有建設 那台灣的經濟基基從哪裡來 日治時期 他大概差不多50年 可是日治時期啊 我們會有一個疑問 我當時上課有個疑問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 我就想說 台灣民進府啊 你們都說 日本啊對我們多好多好 可是在你的歷史記憶裡面 是不是我們有抗戰 有吧 有物色事件吧 對不對 因為日治時期他分為三個階段 前中後 前期的話大概二十幾年 沒錯 當我們的五官厚騰欣平 他剛剛寫來到台灣的時候 我們這樣看啊 大家有看到這個是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 這個到菜都 對吧 然後 跟 有紀律的 日本兵打 請問誰 誰輸 這個到菜都會贏嗎 輸嘛 對吧 可是他輸了 我告訴你喔 他們進來台灣的時候 死了三四千個兵耶 怎麼贏的 怎麼死的 大家知道嗎 水土不服 他什麼 病死的 我們就不用打仗 只要來到台灣你就病死了 有沒有很厲害 那大家知道台灣有多髒嗎 有到髒嗎 這個代表什麼 在他之前的大清國 兩百一十二年來 台灣的建設 只有落後而已 很可怕的髒 衛生條件 各方面什麼都沒有 所以一來 死了三四千個人都不用打 病死的 可是呢 我們還是有抗戰 因為 當時啊 他們來到台灣發現 台灣怎麼西半部 是有大清國統治的痕跡 東半部都沒有 那這要怎麼算 他來詢問 伊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美國跟他講 你要像我們美國征服印第安人一樣 用武力征服 請他們用武力征服東半部 所以 有我們記憶中的抗戰 可是他一定必須這麼做 你得 統一整個所有的部落 武力征服之後 你才能夠下達指令 制度 建設 因此 在前期稍微二十幾年的時候 因為殖民 殖民主義的 市的那個控制 所以大家 在大家的記憶中 會有覺得 好像 有那些戰爭 可是我們講啦 有過也有功 我請問在場的童心 有申辦台灣民政府身份證的請舉手 很多人喔 那請問你們 申辦身份證的時候 有叫你們去請什麼 戶籍藤本 戶籍藤本 什麼時候的戶籍藤本 日治時代對不對 為什麼不是大清國時代 為什麼不是大清國時代 對 沒有做嘛 一直到了 我們喔 經過這麼多國家統治 一直到了 日治時期的時候 厚騰欣平 他才做了一個戶口普查的動作 把你家家戶戶 你家家戶戶 你家家戶戶 人都調查得清清楚楚 所以台灣到現在都還在沿用日治時期的戶籍藤本 這就是重點 你有沒有關心台灣的人民 這個時候才做了戶口普查 還做了什麼 衛生啊 教育很重要 科學農業工業警察發展 生物學 在台灣做了這麼多的建設 所以呢 我們到了1904年 台灣的財政已經可以完全自主 不需要靠日本中央補貼 公共建設甚至比日本的內地還要先進 例如什麼 台灣下水道當時是亞洲覆蓋率的第一名 那有夠嗎 有很夠的喔 可是財政自主 這有個很重要的觀念代表什麼 剛剛是不是有講到 很多國家都 統治來佔領台灣佔據台灣的那一些外來民族 他們都不願意花錢在台灣 因為建設要花錢嘛 可是呢 他們沒有眼光 很落差耶 他們不知道台灣 他們不知道台灣 物產豐饒 一年山收 是一個寶島 你只要好好的建設 不但經濟可以自主之外 還成為了日本的大米倉 唉唷厲害喔 是不是 很有眼光日本 他將台灣做了這麼多 投資了這麼多的建設在台灣之後 他有得到回饋啊 所以發現台灣這麼棒 到了後 中後期的 大約差不多30年左右 換文官 田劍智郎 跟當時的首相袁警 他們就商討 唉我感覺台灣真的不錯 我們把他囊括起來 成為我們日本的領土好不好 好 那時候他們要做什麼 依照 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做內地延長主義政策 從日本 到琉球這樣到台灣 囊括起來成為日本的 國土 這時候呢 依照 國際戰爭法萬國公法 他有一些前置作業必須要做 你一定要同化政策 觀念思想得一樣 讓台灣人與日本人一樣 效忠天皇 然後廢紙邊醒 還有什麼 日台共學日台通婚 在台灣做的建設 任用八田雨衣 大家認識嗎 認識齁 應該很多人認識八田雨衣 是台灣很重要 水墨工程師 影響了台灣 到現在可以成為 漁米之鄉 他們在台灣做的建設 日本在台灣畫的藍圖 大家猜猜看是幾年 十年 二十年 他們沒有十年二十年計畫 一畫都是一百年 所以台灣到現在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都很多都還在沿用日志時期的建設藍圖 當時八田雨衣 他是一位深愛台灣的日本人 一個震撼亞洲的偉大工程 大家有去過烏山頭水庫嗎 有的人有去玩過 會看到這個 這一尊雕像 八田雨衣 他的手吐了 然後看著台灣的土地 想說他要如何讓這些水 路然後綿延幾萬公里 所以他造就了 江南大郡 桃園大郡 然後建設烏山頭水庫 成為什麼 當時世界第三大水庫 世界第三大喔 有沒有突然覺得台灣的經濟奇蹟很厲害 什麼時期來的 日志時期來的 有沒有突然覺得你們被騙了 被騙了70年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台灣才有現在的 魚米之鄉跟現在的建設 交通運輸方面 縱貫鐵路 輪船 碼頭機場 開發全台的電力 水力火力 資訊傳播 他將台灣完整的建設 成為一個 國家 文字 教育 所以 當時的台灣 非常的進步 非常的發達 那你可以想像 我們如果啊 不要被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統治 台灣現在 會只有這樣嗎 會到現在還在每天挖路嗎 然後做一個那個 工程不小心就掉下來砸死人 有沒有看到新聞 很可怕 你想 如果 在日本的管轄範圍 會有這種事發生嗎 很難吧 所以當時建立了 各級的行政司法警察 護政農會 財融財政體系 及普及全島的初級教育 普及全島初級教育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代表台灣人的文化水平 如果 大家的教育普及了 請問 還有沒有人會隨地吐壇大小便 中國到現在是不是還是 文化的素養 的落差 它會造就 以後的一些事情 大家看到這些學生 跪著在幹嘛 上課對不對 培養什麼 補序道的精神 有沒有很厲害 我們現在都還可以坐著 對不對 這些學生 穿戴很整齊吧 有沒有看到他們有鞋子穿 我媽啊 看到這一張的時候 她就跟我說 欸 那當時喔 因為有鞋子穿穿 不過啊 我沒有鞋子穿穿了 我說你沒有鞋子穿穿 你沒有鞋子穿穿 是哪時候 我媽說那個時候 好像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剛接管台灣沒多久 那日治時期有鞋子可以穿 到他那個時候沒有鞋子可以穿 那代表什麼 那個時候很多人餓死街頭 原本呢 台灣啊 是 物產豐饒一年善收 剛有摳領五郎也要洗 人口又不多 有沒有覺得 這造就了以後的什麼 228事件 這一張是 當時日治時期的時候 然後一所成立台灣人的小學 然後他們打贏日本的棒球隊 和飲流念 那代表什麼 當時的經濟啊 有沒有穩定 吃的肉 穿的衣服 還可以去打棒球 你如果是吃的肉 穿的衣服 有時間打球 有時間滑倒 沒有 當時的文化在在都顯示出 當時的台灣人生活水平 很良好 經濟狀況很穩定 我們發展了非常多的藝術 修閒娛樂 這個沉沉坡也很有名啊 可是大家不知道他最後怎麼死的 後面會講到 所以大家看這兩個圖 1895年清國統治下的台灣 剛有拉薩 有沒有足以讓人家來到這裡就病死了 五十年而已 改正後的街道 有差多少嗎 差很大齁 這就是 有用心經營台灣跟沒有用心經營台灣 所造就出來的差異性 現在啊 大家看到的這個 詔書 終於 我們在1945年的時候 4月1號頒布了 明治憲法 從此台灣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個有意義 大家看 這是日本對不對 台灣 這是日本的地圖 這樣有沒有南瓜成為他的領土 所以 這個有個先例喔 我們一開始 是不是有看到 下關條約 馬關條約 那在簽訂那個條約的時候啊 大清國將台灣澎湖割讓給日本的時候 他還多割了一個地方 他割了遼東半島 可是呢 這個時候有三個國家出面抗議 他說 等一下不行喔 因為遼東半島是當時大清國的起源地 也就是當時滿清的奉天 一公黑洗他們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不可以割給你日本 因此 日本遵照了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又簽訂了遼南條約 日本再將遼東半島割還回去給大清國 所以當1945年4月1號台灣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的時候 請問他還可以被割讓嗎 不行 然後我們的下關條約的那一張土地權狀之後到現在 也沒有任何一個權狀 任何一個條約有再將台灣跟澎湖割讓出去 所以到現在 這一點到目前為止 台灣的領土都還是屬於 日本天皇的 然後他有依照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賦予台灣人參政權 徵兵令 因此完全合法 他建構了日本建構了台灣完整的主權對不對 有效的控制了整個台灣的領土 然後他在依照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將台灣合法的歸納為他的領土之一 頒布了憲法 從此成為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但是剛剛是1945年頒布對不對 這時候我們開始來解釋一下時間點戳亂的問題 1941年的時候我們在打仗 我們已經開始了美日太平洋戰爭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1941年就已經開始了 那1945年頒布 那請問1941年已經開始打仗的時候 如果你們是當時生活的人民 在打仗的時候你會幹嘛 逃命 只知道逃命吧 你還會顧及 這個國家到底屬於誰的嗎 主權嗎 夠小秒就不會有啊 所以這就是時間點錯亂的問題 然後再加上 1945年9月2號日本投降 邁克拉瑟將軍同盟國盟軍最高統帥 一般命令第一號 他頒布了 將日本四分五裂 那我們剛剛是不是1945年的4月1號頒布 明治憲法 1945年9月2號投降 請問這樣幾個月 四五個月吧 那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日本投降了 那我請問 那台灣還是屬於日本天皇的領土嗎 是 他投降了簽訂的條約裡面 你還得包括 看他有沒有將台灣跟澎湖哥讓出去啊 並沒有 所以當他頒布憲法的那一天 就像你們結婚就住 鄧英啊 你就是我父啊 你就是我母啊 除非你再去簽離婚嘛 不然你身份證出來的那一天 你就是結婚啊 這樣的意思 那 美國呢 當時他將日本四分五裂 為什麼 日本是不是偷襲美國的珍珠港 會怕 所以他決定 我要把你四分五裂 讓你無法崛起 他首先將北方的四島 俄羅斯代管 韓國獨島 日本本島 美國親自佔領 琉球聯合國托管 台灣澎湖呢 他就交給 蔣介石集團代理佔領 為什麼是蔣介石集團 其實美國的想法很單純 他只是想說 華人或許會散待華人 語言比較能溝通嘛 沒想太多 可是他沒有想到 之後會發生 在台灣發生這麼多慘不忍睹的事情 蔣介石集團啊來到台灣之前 台灣啊 有兩個月沒有政府 請問一個國家沒有政府會怎樣 動亂喔 要不要趁這個時候搶劫 搶劫7 搶劫銀行 要不要 可是呢 相信嗎 台灣啊 這兩個月沒有政府的狀態下 沒有動亂 沒有動亂喔 為什麼 我剛是不是有提到 普及全島的初級教育 武士到精神 他們在這兩個月期間 成立自衛隊 這樣子的文化素養 有沒有很值得敬佩 可是你們知道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跟我們的文化落差有多大嗎 他們的兵 來到台灣 去雜貨店買了一個水龍頭 回到家把牆壁挖一個洞 把水龍頭插進去 然後 尊開 怎麼沒水 再把水龍頭拔出來 然後去雜貨店跟他講說 欸你把我騙這東西壞掉了 沒水 他連自來水是怎麼出現的都不知道 這樣有行嗎 你覺得我們能夠被這樣子 的人所控管嗎 以當時台灣人的文化水平跟素養 肯定會發生悲劇的 所以當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們覺得 哇 台灣 有錢人欸 只有六百萬的人民 地又大 人口少 建設好 物產豐饒 一年山收 想辦法讚為己有 1946年1月12 將台灣人民集體強迫為中華民國國籍 就是現在各位手上所拿的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你們都不知道為什麼去拿到這一張 他們也沒有問你的意願 發給你就是了 可是違法 1947年2月28終於發生了我們所知道的 228的屠殺事件 大家知道 我在來到台灣民政府之前 我是政治能感 228對我來講 它只是一個 歷史課本上的一個事件而已 我沒有太大的感覺 包括 中華民國也不會教你 228多麼的殘忍 我們剛剛看到的日治時期 他做了很多的建設 他培養出什麼 兩萬到三萬的精英 老師 律師 醫生 博士 碩士 這一些兩萬到三萬的精英 他可以組成一個什麼 堅強的內閣 堅強的政府 議會 沒有問題 可是這些人知道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這樣對待台灣人違法的時候 他們抗議的時候呢 沒有武器 他只有被殘忍的屠殺而已 我要佔領台灣 我把你們這些知道的知識分子 精英我全部殺光光 包括剛剛看到的陳陳波 他就是出了車站之後 雙手 合掌 然後從中間鐵絲穿過去 跪在地上 直接就地槍決 沒有理由 我知道這些事情之後 我才覺得難受 以前 對台灣的歷史沒有太大的感覺 可是 當你知道之後你才發現 喔我可以叫做台灣人嗎 我們沒有真正關心過台灣的歷史 有這麼可怕的228屠殺事件 然後呢 剩下的 敢怒不敢言的 我直接實施 白色恐怖 戒嚴時期 是世界上歷史上最長的 長達38年又56天的白色恐怖 我足以將現場在場的各位洗腦成功 讓你們不會坑聲 覺得政治黑暗 然後物價通膨四萬塊換一塊 他跟你的解釋是 當時物價通膨啊 我要穩定物價啊 我要四萬塊換一塊 才可以穩定物價啊 可是請問物價通膨誰弄的 台灣 台灣 這麼有錢 為什麼會物價通膨 因為 當時的 中華民國國民黨 跟中華民國共產黨 自家在中國國共內戰 他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打仗他要錢 他將台灣所有的物資 全部都用他所謂的新台幣跟你全部換一換 然後把他所有的東西搜刮一空之後 運去中國支柱他的國共內戰 你這樣不物價通膨才怪 他在用四萬塊換一塊三七五 減珠大地主變小地主 搜刮台灣人民的財產 所以台灣人原本很有錢的 中華民國一來之後 餓死街頭一堆 有沒有突然覺得還蠻難 蠻難受的 很難過 原本台灣人過的生活並不是這樣 終於啊 美國也沒想到的事情發生 1949年10月1號 中華民國 他在國共內戰戰敗了 他在這一刻成為了流亡政府 一個政府離開了他的首都南京 被趕出他的領土 這一刻他就成為了流亡政府 除非他今天他回到他的國土 他的領土 他才能恢復他的國家 不然他就是流亡 在台灣 這樣大家了解嗎 可是美國你說他管不管 他有想管 他沒有想到說我覺得華人好像會善待華人 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台灣竟然造成這麼慘的悲劇 而且所做的事情漸漸違法 所以在那時候他有想過將中華民國趕出台灣 可是1950年的時候發生韓戰 美國他因為要反共 他自顧不暇 他沒有時間再管台灣了 而且沒有任何的國家願意收留中華民國 他只能暫時的讓他流亡在台灣 結果這個暫時就流亡了70年 有久齁 應該要還給我們了啦 所以1952年的4月28 簽訂舊金山和平條約的時候 我朋友當時有問過我 欸你那個合約第二條啊 日本啊不是已經承認朝鮮獨立 放棄台灣澎湖的名利請求權 不是已經放棄台灣澎湖了嗎 為什麼你們還說台灣的領土是屬於日本的 對 因為日本天皇的領土主權並沒有放棄 我講簡單一點齁 法理的東西很深 你必須要讀新台灣論 你才會真正了解的很透徹 可是你最簡單的理解就是 我現在 是不是站在這裡上課 我在使用這間教室 請問這個領土 我現在踏的這個教室 這個土地是不是我的 是不是我的 不是 可是喔這個地主 跟我說沒關係都給我用 但是是我的嗎 不是 那這個地主 他有權利來關心我在這土地上做什麼對不對 這就是台灣現在的地位 日本天皇放棄台灣的領土的管轄權 但是他有義務要關心我們 但是使用目前在台灣的管理當局是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但是他沒有擁有領土權 這樣了解嗎 但是有人會問 不是有三個公報嗎 三個公報不是已經將台灣跟澎湖還給中國了嗎 開羅宣言破資產公告日本祥書 單方面的宣言認知說 喔 台灣跟澎湖應該要還給中國 請問 三個小朋友在吵架啦 他們都說這顆球是他的 他也說這個球是他的 他也說這個球是他的 然後大家也說這個球要還給那個人 可是呢 那一顆球啊的發票在我的口袋裡 我買的 請問球是誰的 我的嗎 所以 台灣當時的狀況就是這樣 戰爭的時候 大家都說 台灣跟澎湖要還給中國 但是 日本有同意嗎 土地權壯在誰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有個讓 有個讓台灣澎湖出去嗎 沒有 沒有收受過 究竟上和平條約裡面也沒有講到 所以 台灣的國際地位未定論 就是因為這樣 大家都搞不清楚 其實台灣的領土主權 還在日本天皇的手上 所以我們有一個觀念喔 在場的大家都是個跳蚤 大家知道世界跳得最高的動物嗎 就是跳蚤 他可以跳比自己身高高一百倍喔 可是啊我們對 在場的各位跳蚤做一個實驗 我們用一個蓋子把它蓋起來 然後啊跳蚤你只要拍桌子他就會跳 但是他跳的時候他就會撞到那個玻璃 可是他很聰明 他為了不撞到他會跳矮一點 然後你把玻璃拿掉之後再換矮一點的玻璃再蓋上去 你在拍桌子他就一直降低他的高度喔 然後你換一個接近桌面的蓋子把它蓋著 你在拍的時候 他不跳了 他用爬的 變爬蚤 這個叫做什麼 當你把蓋子拿掉的時候 你在拍桌子已經沒有蓋子了 這個跳蚤會不會跳 他變爬蚤了對不對 其實在場的各位齁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有自我設限 我相信 你們再來上這一堂課之前 很多人第一次跟你們講 欸台灣人以後會過得更好 以後如果我們變台灣變產油國的時候 你怎麼會想 台灣人以後會很有錢你相信 不相信吧 以後我們如果可以戴那個阿拉伯的那個帽子啊 在路上走啊飄啊飄啊 你怎麼會想 不相信 那個就是自我設限 因為你們不知道 台灣國際地位未定論的真正原因 台灣擁有的領土在哪裡 為什麼那些石油不能開採 釣魚台屬於誰的 這些種種爭議的問題 因為台灣的國際地位未定論 等台灣的國際地位定論之後 台灣人也很好啊 只是大家都不知道 不敢去相信 不敢去想 那就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給你的70年的教育 所以大家啊要展開你的思想 不要人家說什麼我們還搞不清楚說 喔你是在說什麼 最重要的重點是 你一定要很清楚 台灣的法理論述 台灣的國際地位 所以大家知道 有上過我們秘書長林志生的課對不對 我們在2006年的10月24 我們的秘書長林志生帶領228名的228世間受難家屬 他當時關在一個小房間裡面 然後都不出門 幾乎用了快半年的時間 讀了疊起來跟人一樣高的原文書 從那些國際戰爭法 萬國公法的原文書裡面 找到台灣的國際地位 他這樣子帶領228的事件的受難家屬去控告美國 他說你要還給台灣人什麼 人權 所以2008年的時候 美國華府聯邦地方法院判定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people of Taiwan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很可怕耶 我今天啊嫁給一個菲傭 請問我 我是誰 我是女菲傭 不是他變成台灣人喔 這樣有沒有可怕 跟你們有關係嗎 沒有國籍 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台灣人無國籍承認知政府 台灣人生活在政治煉獄 大家都不知道 從中華民國成儀那個時候 你們手上拿的那一個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上面 就有一個小小的透明的代碼 有效的將本土台灣人排除在公家機關之外 只要是他們自己的人 考試 加個幾分吧 一級長官大部分都是 中國人 2009年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受理本案 我們依照國際法 戰爭法 究竟山和平條約 及美國憲法提出告訴 最後 最後美國政府代表國務院宣布 放棄抗辯權 我們放棄 你說的都是事實 他說的都是事實之後呢 應該要怎麼樣 應該要將 政權還給我們 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 各自本案代審 因為 美國問你 我將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趕走台灣 OK 你們有沒有人接掌政權 你們有自己的政府嗎 沒有嗎 那我很公平 我這樣 你們我協助你們成立 屬於本土台灣人的台灣民政府 然後你們必須訓練 4000名公務人員 怎麼為什麼是4000 不是5000不是6000 當時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帶1000名的公務人員 台灣是600萬人民 現在台灣有2400萬人 1比6 4比24公平嗎 公平嗎 所以4000名公務人員 從這裡來 所以在場的各位 就是這最後的末班列車 4000名公務人員 你們要很清楚法理喔 新台灣論 為什麼 如果今天啊 一宣布執政 一大票的台灣人 湧過來跟你問 台灣的地位是怎麼一回事 你們有辦法解釋嗎 你們有辦法去告訴他說 台灣為什麼是現在這種狀況 有辦法去穩定民心嗎 所以要學 這張身份證 在今年的1月1號已經全世界 194個國家通用 我們去美國也都是通用的 所以這張身份證沒有申辦的趕快去申辦 已經很少有國家還像中華民國流亡政府這樣是用條碼 都是金片 我們還相信 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以假論真欺騙台灣70年了 有沒有 沒有 其實啦 你現在來講 你可能會覺得 好像我們報章雜誌開始有看到台灣民政府 可是你在今年之前 是不是很少 有沒有人有疑問封鎖過台灣的媒體 有沒有人覺得為什麼台灣民政府不打廣告 現在啊台灣是誰在控制 台灣管理當局 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就算他是流亡政府 但是因為他當時有被分派代理佳領權 所以他就是台灣的管理當局 你今天啊一個自由時報 你要報導一個新聞 你要不要看看上頭的顏色啊 真的可以隨便報嗎 真的是言論自由嗎 大家知不知道北韓 我們在看北韓的人民 有沒有覺得很誇張 這個世界已經進步成這樣子了 他們的人民還可以 被封鎖成這麼的無知 那台灣呢 有沒有被封鎖 大家覺得我們好像很文明 很開放 可是請問 各位 出國的時候你會不會去國外 去查228的歷史紀錄片 會嗎 不會吧 228的歷史紀錄片台灣查不到 但是國外有耶 那這樣有沒有被封鎖 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 很多的資訊跟消息 你沒有踏出國際 展望國際的時候 你的眼界只被中華民國鎖在台灣 有效的控制媒體 捏造台灣歷史真相 中華民國的教室選舉 你拿著他的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去投他的議員 市長總統 你就是要做他的人啊 你們想要做一個流亡政府的人嗎 他沒有領土耶 他只有金門馬祖跟平坦 現在啦 流亡中華民國體制內的政黨 國民黨民進黨 台聯黨 清明黨 請問民進黨登記什麼 中華民國民主進步黨嘛 前面四個字是什麼 中華民國 請問他有辦法推翻中華民國自己 獨立嗎 不可能嘛 所以這些黨派他們都是在 中華民國的體制內的政黨 他無法真正的走出去 只有台灣民政府 他是由美國軍事政府協助下手成立的 他才有辦法帶領台灣走出真正的地位 大家應該常常看到報紙 喔好像台灣現在要賣給中國 好像台灣現在怎麼樣怎麼樣 你們知道嗎 我姐姐 那天他也在民政府裡面 他那天呢就跟我講說 欸妹我跟你講我公司快倒了 我說為什麼 他說中華民國害的 我說你不要太偏激黑 你不要什麼事情齁 加入人民政府之後都怪中華民國 他說沒有我有證據 我說什麼證據 我姐姐他們公司是賣這個的 投影布幕 機器的 他就拿一張表給我看 他說 他們 是台灣的廠商 政府每年啊 都會補助一些公家機關 經費 所以 他們我姐姐他們都會跟公家機關配合 從一開始的一萬多 變七千 再來六千 到前幾個月四千 請問一下四千塊可以買這個嗎 有有得買去哪裡買 中國買 中國買 淘寶網買啦 去中國買就有了啦 可是 台灣的廠商 沒辦法賣 買合啊 這樣有沒有變相的 將台灣的資產挪出去 小小的事情 你就看得出大大的政策 如果不是就是發生在我姐姐身上 我們也不知道這樣的事實啊 可是你想台灣 台灣 這麼多的事情 這麼多大大小小的 政策 應該我姐姐這不是其中一件 我姐姐這不只是一件而已啊 所以 台灣人生活為什麼會辛苦 誰造成的 你沒有去了解你都不知道台灣人為什麼會辛苦 台灣國際地位未定論 再加上他的政策 台灣人不窮才怪 大家有看到我們現在開始有在打廣告 很多人我剛有問嘛 現在 看官網來的 看報紙來的 很多 因為為什麼 媒體是聰明的啦 人也是聰明的 知道局勢在轉變 我們今年的3月 我們今年的228 又再次的第二次控美 我們跟美國講 我們4000人 差不多 你要將政權還給我們 我們還順便控告了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所以 現在 整個局勢明朗化之後 台灣的報章雜誌開始趕報導 大家應該都有看過自由時報嘛 還有東方 他們都有報導我們現在很多的州郡的成立 然後包括我們3月12的美國記者會 連官網上 還是很多報紙上的電子報上面都會登我們的這個 所以你們要知道我們眼睛看到的東西是真相嗎 我們要去判斷 現在看到的這個 大家知道這個 有沒有看過這個圖 有齁 他有沒有代表台灣參加大大小小的奧運 請問上面有台灣兩個字嗎 沒有 對不對 中國台北為什麼他可以代表台灣 我們從以前到現在 可能有人有疑問 也可能像我這樣根本不關心 可是重點是 沒有台灣啊 那 裁軍行政院廢子案平潭島建設國共和解 我們現在看到的新聞 大家有沒有辦法去解讀他 你只要上 官網還是新聞都有看到在裁軍 一個正常的國家 需不需要武力 要保護自己的國土吧 需要的一個正常的國家 怎麼會不需要兵 怎麼會不需要保護自己的國土 當然需要啊 為什麼要裁軍 美國跟中華民國說 不好意思 有人知道 你要跑啊 所以流亡政府 在國際間 只能擁有自衛隊12萬人以下 如果他擁有的國軍超過12萬人 他在國際間就稱為恐怖組織 所以他要裁軍 因為他要撤退 所以 裁軍的真相大家知道嗎 不知道 只是想說 好像 要募兵嘛 現在以後連募兵都不行 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的人 根本就不需要去做中華民國的兵 依照 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他都是違法的 他不可以在台灣徵兵 裁軍 大家看得懂 行政約廢紙案呢 你只要打 上網查 他不是一條兩條喔 一打下去他是啪啪啪一堆喔 然後你隨便點一條進去 中華民國 廢紙 組織條例 總統馬英九 這樣一話 都查得到 為什麼要廢紙這麼多 因為他可能土地太小用不到了 要走啊 這個都是上網查得到的 政治台灣啊 他在台灣創造的是一連串的假象 你要很清楚你看到的是什麼東西 大家有看過平潭島的新聞嗎 平潭島啊 他在兩三年前 他只是一個小小的漁村 小小的漁村在兩三年之後 建設的非常的好 為什麼要複製台灣 因為中華民國在台灣住習慣 所以要複製一個台灣到平潭島去 而且還獵財 這個新聞在報的時候 我跟我爸爸就說 我爸爸他是一個政治狂熱者 可是呢 我爸爸當時他不太相信民政府 看到這個新聞我就問我爸 我說 爸我問你喔 為什麼啊 台灣人啊 他可以去中國當官 為什麼 我爸就跟我講 我跟他講 我也不知道 終於他不知道了 勝利 所以 這個是為什麼 國共和解 你光想就覺得奇怪 台灣人為什麼可以去中國當官 台灣跟中國 不是相等的啊 我們也不屬於中國的啊 這個是他們的平潭島的建設藍圖 有歲了 蓋台灣喔 那個馬路坑坑坳坳坳啦 然後那個沒有錢喔 就挖馬路 蓋他們自己的家鄉喔 拿命蓋啊 那請問誰的錢 在場所有人應該都有繳錢去蓋這裡 納稅人的錢 除了把台灣掏空之外 還順便把他的家蓋得漂亮一點 那蓮王政府中華民國他有沒有辦法保護台灣人 越南大暴動的時候他可以幹嘛 發一個貼紙 我是台灣人 男家就不會打你了有沒有 因為他沒有任何的國際立場 那這個呢 太陽花學運反服貌 學生被沖倒在地上有沒有價值 我們前幾期喔 有太陽花的學運的學生來上課 我問他那個服貌運動啊 反服貌 你有沒有看過服貌條款裡面的內容 沒有 我相信大部分都沒有啦 EGFA 服貌 裡面啊 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到台灣兩個字 那 是跟誰簽 中華民國國民黨跟中華民國共產黨的國共和解 自家兄弟簽的國共和解案 請問台灣人為什麼要去抗議啊 跟你講有關係啊 還這麼可憐 欸 條款都沒有看就去抗議啊 這是我要講是台灣人的熱忱嗎 是吧 但是 你所要了解的是什麼 他們現在到底在做些什麼 跟本土台灣人到底有沒有關係 要很清楚這一點 所以秘書長說 今年2015年執政年 是台灣很重要的一年 在今年呢 台灣政府即將執政 可是 在場的各位準備好了嗎 我們現在的腳步非常的快 包括 原本所有的 格員 議員 腳步都非常的快 今天一整個下午 我們成立的州議會 郡議會 都在上會計帳SOP 我剛剛就要來上課的時候 我就開玩笑我說我頭腦還沒轉過來 我怕我等一下 一直跟大家講數字 我的頭腦都還在混亂當中 以後 貪污唯一死刑 所以我們要很清楚 帳 從現在就要開始做起 試行運轉 我們現在台灣民政府的腳步已經 與政府一樣 我們州的帳要經過議會的審查 通過 所以 各位的腳步也要快一點 現在是初級班 再來高級 點招 職前訓 五官趕快過了之後 選擇職務 趕快來為台灣人服務 就在今年 可以看到歷史的改變 所以台灣啊 現在怎麼了 你 賣暗扛 要跟你們的親朋好友講 越是你們越親的人越好朋友 你要告訴他 台灣民政府 是什麼 重要的史觀要去導正 我們從以前到現在70年 中華民國錯誤的教育 你要告訴他真正台灣的歷史 我們有這樣子的使命感 我來到台灣民政府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使命感 你們有辦法想像 一個人一介一個人啊 他一輩子啊 可以為這個社會做一點點有意義 有貢獻的事情嗎 很難喔 我覺得我自己的力量很渺小 我從來沒有想過我可以對這個社會 對這個台灣做些什麼事情 可是台灣民政府現在給你這個機會 他讓你有這個機會 可以在這個時間點來幫助台灣 幫助台灣人 來見證這個歷史轉變的這一刻 只要天使們團結起來 一定可以比黑手黨還要強大 重點就是你的觀念的改變 你的行動的改變 所以在場的各位以後都是我們很重要的核心幹部 一定要很了解我們的新台灣論 台灣的歷史 如果你想 親近以後啊 不要再蓋那麼多的民宿好不好 我們不要官商勾結 不要再收了錢就讓他蓋 我們會不會有八八風災 我們水土保持能不能做得很好 我們可以還給台灣一個綠色的島嶼 是真正的FORMOSA 日本的路上的那個人孔蓋 他都是放在人行道上 這樣騎車就不在擲桌 這樣好不好 國土交通省的工作 想想看自己能為台灣做些什麼 台灣民政府給大家這個機會 來為台灣人服務 我們只要擁有這個使命感 台灣一定會成功 有沒有信心 我放大家下課了 加油 謝謝